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阿瑟利传念 我弟子苗欽 此从今日乃至命传 归以佛陀良俗众传 归以淡摩利欲众传 归以真企诸众众传 阿瑟利传念 我弟子苗欽 此从今日乃至命传 归以佛陀良俗众传 归以淡摩利欲众传 归以真企诸众众传 性体大经科折 第一灵一灵一七协 第一灵一九协 而是第四季 ноч sole的第二道 而法不得一切种子, 而是故与年法往生法满, 不能静信乃敢胎生。 这个五种字, 如来的五种智慧, 一定要知道是我们慈圣本具的五种智慧, 只是这个果位上所有障碍都没有, 五种智慧统统完全。 学佛一定要知道心爱无法, 一切法从心上升, 诸法如来, 心上升, 诸法如来, 无量无边的智慧是本有的。 慧良大师开五说得最好, 何其智慧, 本智巨足。 巨足是什么呢? 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得上。 德、能、上、普, 各样都巨足, 是智慧本来巨足的。 不是从外面来的, 外面没有一法。 世出世间任何一法, 向外去找都找不到, 所谓当体即空了不可得。 今经常说, 凡所有相皆是虚莫。 法教导我们, 中国老祖宗教导我们, 都是开法智慧的智慧得上, 和西方完全不同。 西方没有智慧, 西方都是智慧。 智慧跟智慧不一样。 智慧是有界限的, 亦是有它的局限性。 它不是万能的, 而且还有后遗症。 所以, 也会发展到今天。 最近这一百多年, 完全用西方的科学方法, 科学方法是智慧。 中国自己几千年所用的, 古老方法不要了, 便会变成这样。 今天没有一个人不着急。 着急是一回事, 着急是不能够解决的。 联合国开了四十多年的会议, 就讨论这样一个主题, 招米冲突, 促进社会安定和平。 我们很有幸。 在澳洲代表澳洲的学校, 参加了几次。 对于这个事情, 我们有一些了解。 中国的东西是可贵的。 谁知道呢? 唐印比博士知道, 知道也起不了作用。 他在1970年代, 访问日本的时候, 这个时候他82岁, 86岁就过世了。 三次访问日本, 在日本的谈话, 这些记录我们看到了, 他说过, 中国解决21世纪社会问题。 全世界只有中国孔孟学说, 跟大乘佛法。 孔孟学说是中国的, 大乘佛法也是中国的。 现在除了中国之外, 全世界没有大乘, 但是中国的大乘, 现在也衰落了。 没有人学的。 这是我们非常忧虑的事。 当然说得这么清楚, 说得这么明白。 我们在欧洲开会访问。 两次到伦敦, 访问英国的汉学, 后春大学, 兼桥大学, 伦敦大学, 这三间学校, 都是著名的汉学系, 就是中文系。 他们研究中国的古籍。 学生不但华语说得很好, 一口标准的北京话, 能够看文言文, 能够读中国的古书, 用中国古老的注解, 去写博士论文。 我们看了, 不能够不佩服。 我访问的时候, 特别为他们说明, 这些说话, 我不问别人了, 别人是外行, 这些是研究看学的, 是内行的人。 唐欣给他的说话, 你们相信不相信呢? 不但学生没有声出, 他们的教授也没有声出。 当然了, 我问是文学生, 有几位教授在旁边陪着我, 也没话说了, 对着我笑。 等了好几分钟, 我就反过来了, 难道汤欣给博士说错了吗? 亦都不敢说话, 只是对着我笑, 到最后了, 我都没办法了, 我说你们很聪明, 既不赞成, 亦都不反对。 为何不赞成呢? 你们有疑话。 为何不敢反对呢? 当然被博士的名望太高了, 是否这种心态呢? 果然是没错, 他有怀疑的理由, 这些东西这么好, 救全世界, 为何中国人不要呢? 中国人完全学了西方, 将自己的东西全部都不要, 还有中国人提倡, 全盘西化。 这样就说明了, 中国的东西不是好东西, 但是汤欣给口里面说出来了, 但又不敢反对他。 是不是这样呢? 我反过来说, 如果你们问我, 拿些说话来问我, 汤欣比的说话对不对呢? 我就肯定跟你说了, 他说的完全正确, 他没有说错。 确确实实, 中国传统学术, 能救国家, 能救全世界。 问题在哪里呢? 现在没有人, 六十年前, 还有一些, 知名的大学教授, 但是都过世了。 我这些中一年龄, 从占到一些边, 就是这些老师, 听过他们的课, 占到一些边。 那么我们自己, 跟上一代相比, 就差很远了。 上一代能够打到90分, 100分, 我们现在只能够打30分, 20分。 差得太远了。 那我们这一代, 如果再没有传人的说话, 中国传到文化, 可能就转灭了。 典籍在, 没有人能够念, 分量太大了。 中国代表的东西呢? 四副传书。 五千年, 清延祖宗的智慧。 这些智慧, 应用在修身, 身心的修养。 修身, 齐家, 智家, 智家, 中国的家, 现在也没有人懂得了。 中国家没有了。 中国家是个大家庭。 大家庭是社会生活, 五代, 同堂, 不分家。 以普通一个家庭, 上上下下, 大概都有三百人, 人丁庆祸的七百百人, 人丁衰落的也有一两百人, 大家庭。 大家庭是社会的组织, 所以很严格, 规矩很多, 不方便。 但是有两个好处。 第一个是教育, 第二个是养老。 过去中国的社会私属, 就是家庭子弟学校。 这个祖宗, 你说父母关心更好, 父母不关心, 祖父母, 曾祖父母, 祖父母他们关心, 我家的后代要出人财, 例如请老师, 家庭会议要开很多次, 我们在这个院, 附论近几个院, 真正有道德有学问, 会教学的哪些人呢? 到处去打听了。 请老师的礼节, 是最浓重的。 全家人老老少少, 都要跟老师扣个头。 老师如果肯答应, 来你家里面教, 他如果不认了他教, 他对不起你一家人, 你一家人对他太尊重了。 所以, 父母教子弟们尊师重道, 老师教学生们孝顺父母。 孝根经, 这个是根, 组国传统文化的根, 这个根是在私属里面扎下来的, 根扎得好, 一世, 八九十岁, 不会变折的, 不会改变。 教什么呢? 教伦理, 教道德, 教因果。 这是普世的教育, 社会才能够安定, 世界才能够和谐, 向上提升, 就是高等的科学哲学。 中学有, 不是没有的。 佛经上, 学术是高等的哲学, 高等科学, 前代的量子力学家, 发现宇宙的奥秘。 佛经, 三千年前, 佛就说了, 全部都有, 让他讲得更清楚, 更仔细。 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 二、三十年之后, 佛教就不是宗教, 被科学承认了, 它是高等的科学。 宇宙是怎样来的? 佛讲得清楚, 科学家没有讲清楚。 大爆炸, 这是在猜疑的, 猜想的, 不是真的。 佛跟你讲话是真的, 从意念来的, 念头来的, 一切法从想像当中发生的, 这些话没有人懂了, 现在量子力学家就懂了, 所以现在研究, 念力的, 能量一日很多, 念力争计是不可思议。 念力能量, 如果是开发之后, 我们这个世间, 就会有很大的改变。 第一个是健康, 统计用念力的, 真心健康, 不需要任何的药物。 生病, 我用念头将病医好, 不需要用医药。 心好, 身体好, 心有忧虑, 有烦恼, 病就多了。 心没有忧虑, 没有烦恼, 病从哪里来呢? 中国旅行家常说, 人逢喜事, 精神爽, 日日欢喜, 日日快乐, 这个人不会生病。 日日忧愁, 日日烦恼, 这个人多病了, 多灾多病。 但, 我们自己的身, 自己能够调养, 这些道理也经常是有的, 皇帝来经常有的。 存了几千年, 现在的人不相信, 是找外国人找西医。 早来, 我跟方都美先生学哲学, 有一天, 老师曾经跟我说, 不知道是什么的因缘, 他问我, 他说中医, 五千年的历史, 西医才是三百年, 你相信中医还是相信西医呢? 我说我相信中医了。 西医确实, 头痛医头, 脚痛医脚, 病从哪里生起的, 他不知道。 中国人懂这些道理。 终于在中国衰落了, 大家不重视, 日本也衰落了。 上一次沟山到我这里来访问, 我鼓励他将汉和兴旺起来, 我劝他不要搞政治, 搞教育。 不要做宰相, 做圣人, 学孔子。 这个很伟大。 他就说到中医了, 日本的中医也衰落了, 但是还好, 我说你将这些东西, 復兴起来, 将来是个圣人, 不是凡人了。 这个人是个好人, 很不容易的。 另外是韩国。 韩国文字一改, 是大规律。 韩国在二战之前, 他用的文字是中国文字, 而且很多人懂得中国文言文。 你看看高丽大藏经, 在藏经里面是非常著名的, 版本挑得好的, 字写得好, 是看字来的。 日本过去也是完全用看字, 都是读中国的古籍, 到日本, 而言语就不懂, 写字都懂, 都能够看得懂, 都能够沟通。 200年前, 中国文字是亚洲共同用的文字, 各籍文字, 到日本, 到韩国, 到南洋, 到越南, 至于到现在的马来西亚, 新加坡, 中文字全部通, 一些问题都没有。 都学价, 我们希望, 将来中国的汉字, 文言文, 二、三十年之后, 变成全世界的共同文字, 共同语言。 为什么呢? 文言文的特色, 就是它能够永远不变, 不像语文, 语文过了两三百年就变了, 言语变了, 不懂了, 文言文是超越时间, 超越空间, 永恒不变, 这是它的特色, 连过去罗素, 汤因比都非常佩服, 世界上只有中国有, 其他国家是没有的, 连印度都没有的, 所以文言文也一定要保持, 保持文言文是保持祖宗的遗产, 现代印度很多, 印刷术发达, 成本大幅度降低, 但是如何去读呢? 这个很重要, 比如我们在美国, 在欧洲, 对于汉学的学生, 我就很注意了, 我问他们, 你们学中国文言文, 能够看得懂中国古籍, 你用了多少时间呢? 他们跟我说, 都是说三年了, 外国人完全是没有基础, 三年能够阅读中国的古籍, 我看到, 不难的, 三年就拿到这条锁词了, 四副传书的锁词, 他有能力去看, 去年五月, 我访问法国的看学研究院, 我先真正搞清楚, 搞明白, 欧洲的汉学, 第一个汉学院, 是巴黎的法兰西汉学研究院, 成立到现在一百四十多年了, 满清江水初年时候成立的, 英国的汉学, 被他叉三十多年, 欧洲人有个言语讲, 我们去拜访了, 看学到巴黎, 我们去拜访了, 跟他们的老教授, 成立的负责人, 和他们的教授, 研究的学生, 学生里面有几个是中国人, 我们举行了三个半小时的座谈会, 三观他们的藏书, 特别是中国的线装书, 他保存的比伦敦几间学校更丰富, 他知道我们在马来西亚也扮认了学学院, 他问我们如何教法, 我说我们在马来西亚是草创的, 学校在明年, 下半年才能够见好, 见好之后, 我们招聘研究院, 希望能够找到一百到两百个研究院, 每个人专门研究一部书, 专研液经的, 专攻液经的, 研究诗词的, 专攻诗词, 搞一样, 不能够搞多, 选哪些书呢? 唐大宗替我们选好了, 群书字要, 群书字要的原书一共有六十五种, 我们将这些六十五种, 当作是第一个课程, 十年课程, 学习十年, 一部书学十年, 十年之后, 他就变成专家, 真正的专家学者, 我们就有教授了, 亿人就可以教了, 十年之后, 我们正式招生, 就办大学了, 我有教授, 我就可以招生了, 先培养老师, 再招收学生, 手上和我的关系很好, 我向手上要求, 我们在研究院, 他们研究这门的东西, 要写讲义的, 这是他的著作, 我要求他们, 每星期讲两个小时, 我将他们录下来, 他们的成绩了, 这两件事, 将到教育部去审查, 审查如果有中文博士的水平, 请教育部正式发给我们, 汉学博士的学位, 手上答应了, 他们拿到博士学位, 可以在全世界大学里面, 来教中文, 他就有这些资格, 我说这些学者有用, 欧洲这些汉学家感到非常惊讶, 我才发现, 原来他们将中国的汉学, 当作古代的文明文化来研究, 现在脱了截, 没有发生到关系, 他听到我这样的做法, 非常惊讶, 我说如果跟现代不发生关系, 我学他们做什么, 我费这么多精神, 这么多时间, 我说有用的, 现在学马上就有用了, 方向比说的, 能够全世界, 我们三个半钟头的谈话, 没有白谈到他们的观念改过来了, 不能够将它当作古代历史文化去研究, 中国这些东西是超越了空间, 超越时间, 五千年前有用, 现在也有用, 五千年后仍然有用, 在中国有用, 在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都有用, 这是真正有价值的, 这个老教授听到非常振奋, 他要跟我合作, 行, 我愿意跟他们合作, 毕竟你们的文字上, 这些基础是没有问题的, 只是观念要改变, 中国古籍这些东西, 决定不能够看错外国一般的古典文化来研究, 不一样的, 中国的东西一贯下来, 这些东西是超越时空, 有用的, 现在也有用, 我们将群书字要, 译成的英文本, 英文本还未全部译, 大概只是译了十分之一, 在马来西亚, 两个首相, 听说有一部这么好的书, 都问我要了, 要中文本, 中文本送给他了, 他只能够放在书架上, 他看不懂, 找我了, 马上译成英文, 所以我就在马来西亚, 找一些同学, 组成一个班底, 怎样去翻译呢? 在这本书里去超选, 现在马上就用得上的, 一段一段摘下来, 群书字要360, 我给他定了一个名字, 三百六十日, 你每日看一段, 一本印出来了, 英文译出来的, 他们拿到手上, 我爱不释手, 马哈迪跟我说, 这个真正的智慧, 你看看, 几千年次的人写的东西, 现在都有用, 他说我相见恨晚了, 如果早几年, 我再来的时候, 如果读到, 我就会少做很多错误的决定, 这是国家领导人看到的, 我们第二本, 大概再两个月就出来了, 英文翻译的课本, 中国中文翻译已经出来了, 预定360, 大概是5、6冊左右, 5、6冊, 全部都翻译出来了, 到年5月, 我参加巴黎联合国的活动, 我们带了400本, 送给每个国家的太子代表, 大家都送了两本到三本, 太子自己留了一本, 另外两本送给他们国家的领导人, 所以我们跟大家说, 21世纪是中国人群书自要的世纪, 不要误会, 不是中国的武力, 不是中国的政治, 不是中国的经济, 也不是中国的科学技术, 是中国群书自要, 不用怕, 大家试试试试试试试, 现在很多很多的国家大使, 看到之后, 判期真的, 他们对我们有疑加深了, 他们对中国了解了, 中国人想的是什么, 所以, 学的是什么呢? 做的是什么呢? 都是有利于世界的, 没有伤害人的。 老祭宗教人, 做人基本的德行五条, 人、二、黎、自信, 人爱人, 爱自己, 我要爱别人, 二是讲道理的, 思想, 见解, 谐语, 行动, 都要合情, 合理, 合法, 这就是二。 礼, 礼是人与人之间交往, 必须要遵守的规律, 要有规矩, 这个社会先不至于乱, 不会混乱, 要有礼节, 要有智慧, 这个智是礼节, 不能够感情用事, 最后一个是信用, 决定是没有妄于, 所以如家说的, 仁义礼自信, 跟佛家说的五戒完全相同, 五戒第一个是不杀生, 不杀生就是人, 不偷道就是义, 不占人的便宜, 这是义, 而是应该的, 不占人就是义, 不喝酒就是智, 不妄于是信, 五戒跟人而礼自信的内容, 完全相同, 每个人都做到, 这个社会有多无懈, 我们看到现在这个世界, 只有一些小国做到的, 全国受三规五戒十字, 跟八观济界, 就是斯利兰卡, 总统带头, 全国佛教落实在生活当中, 你想想这个国家, 没有一个人打网语, 这就很难得, 全世界只有这样一个国家, 和你说真话, 说老实话, 不骗你的, 这个国家的人并不是富有, 知足常乐, 满面笑容, 活得真是快乐, 活得幸福, 生活很简单, 很清苦, 它是没有欲望的, 知足常乐, 它是没有贪心, 于是就没有诊慰, 学佛不但这些规矩戒律, 他们做到, 而且对于佛经里面的道理, 他们都懂得, 因为他们学习, 特别是星期日, 全国集体学习佛教, 有一万多间寺庙, 一间寺庙我估计是五六个出家人, 至少有五六万出家人, 国家就不大了, 面积只有福建省一半那么大, 人口就两千万, 百分之七十五是佛教徒, 少数就是其他宗教, 但宗教在一起和睦, 相处非常和睦。 前年冬天, 11月, 总统邀请我, 我到那里做了九天访问才了解, 原来我们对于整个世界的佛教, 都抱着悲观, 感觉是没有希望, 到那里来看, 佛教还有一线光明, 最重要的是人才, 没有人才会灭亡, 我向总统建议, 要办一间佛教大学, 对全世界的, 可以全世界佛教培养, 王法, 互法的人才, 建一间宗教大学, 朱元杰宗教, 宗教要回归教育, 宗教要互相学习, 化解所有的冲打, 带给社会永续安定和平。 我提出这两家大学, 总统马上就答应, 立即负于行动, 是难得, 在日, 将图职送给我们看, 晚上, 他就带到斯兰加加路, 今天已经到了, 图职如果是被决定, 总统批准了, 马上就开工, 预定一年半到两年建成, 好事, 为全世界服务, 不是为一个国家, 地区, 为全世界, 一个地方, 扮宗教学校有好处, 为何呢? 能够看得到, 能够看得到真正的佛教徒, 能够看得到真正的佛教徒。 我们这些佛教徒会说, 会说, 没有做到, 他们真的做到了。 或者社会上的人生活, 我们一般人看得不习惯, 例如小孩, 小孩很规矩的, 没有西方的小孩这么活潑的, 没有的, 老老实实, 小孩清早起来, 要跟父母叩头, 小孩回到学校, 跟老师见第一面, 要跟老师叩头, 这个是中国的股市后, 现在是这样, 中国现在就没有了, 这个他们是保持到现在, 在家里面、 讨论父母叩头, 上次仍得了, 他们是落实, 一看就能看到了。 你在个地方办学, 经短内学习,你离开教室就会看到, 因为全国人都做到,其他地方是看不到的, 看不到就会有怀疑,看到就不怀疑, 一万几个出家人,三分之二以上, 个个都能够讲经,真是学的, 我们这篇就不行了,讲经的太坏稳了, 加上我们关心看来,世界上不分族群, 不分国籍,不分信仰,真正有智慧,有良心的人, 都非常关心向学的, 看来复兴,利益全世界,利益整个人类, 不是一个国家,两个国家,全人类, 这些东西太好了。 这段经文, 是黄年五祖路几时, 特别在这个地方强调, 佛的五种智慧, 我们一定要相信, 决定不太怀疑, 佛的智慧是我们自称流露出来的, 佛的智慧就是自己本来有的智慧, 中国古人说了, 本性、本善, 这就是本善的意思。 《大习教》里面, 《西加弥雷佛》所说的, 一切众生本来是佛。 所以你有这个智慧, 你有这种的德能, 你有这种的上好, 你各样都具足。 佛不是神, 不是先, 佛是什么来的? 全全, 上全宇宙, 事实真相都明白。 都通达, 没有障碍。 能够做得到吗? 能够做得到, 只要要竞赏就能够做得到。 在中国, 有一个代表, 当朝时候, 陈冬六祖为冷, 吴亦识字, 没有读过书, 他开误, 他拿着《荆教》读给他听, 他说给你听, 但是佛经, 怎样的简直, 他全部都懂, 他没有一样是有障碍的。 为什么呢? 一切法, 都是从智证流出来的。 只要见识, 问题就解决了。 对中国古时候教学, 自以见识为目的, 以觉悟为目的, 不是叫你死背死记, 背书是一种方法, 不是目的。 背书用意在什么地方呢? 就是修定了。 因为你不背书, 你就会胡思乱想, 有习念, 有妄想。 用读书这些方法, 将你的妄想打除, 将你的习念打除, 令你的心永远清净, 永远是平等的。 所以, 第二, 连书, 不要上书里面的意思, 上书里面的意思就错了, 又有妄想, 又有习念, 不想。 不要理会的意思, 一直读下去, 一遍一遍, 一遍一遍, 一日读十个小时, 就是收十个小时的潜顶。 这是对知识分子, 用这种方法来收潜顶。 印定开胃, 所以, 真正得到定了, 不一定是什么时候, 幻言大悟。 所以, 中国人教学的理念方法不一样, 它是以开胃, 开胃的是圣人, 但一定是延人。 所以, 中国教学的目的, 是教成为圣人, 成为圣人, 成为君子。 佛的教学, 希望你成佛, 成菩萨, 成阿罗汉。 菩萨, 阿罗汉, 佛陀, 都是佛教的, 是学位名称, 像现在学校里面的, 博士, 赤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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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赤士是菩萨, 是阿罗汉, 学位的名称, 每个人都可以得到的。 不是释迦牟尼佛专利, 佛只有他一个没有的, 不是的, 法是无量无边的, 一切众生, 本来也是的, 然而为何会变成众生呢? 迷了自性。 如果是各五, 便成佛了, 和他没有两样的。 一切子是总说, 不识子, 不可清子, 大成讲子, 根据这个地方所说的, 无等无伦, 最上性子, 是一体的起用。 一体起用里面, 用当中还有一个最重要的, 例如总的用, 就是我们现在学的这一段。 前面这三种智, 都从这里出来的。 自心, 心性, 能言, 能生。 阿吏耶识, 能辨。 将自性, 一真法界, 变成实法界, 主要就是他了。 他转过来, 叫无等无伦, 最上性子。 不料了, 我们对这个智慧不了解了。 这是阿吏耶, 异法不得一切总之。 一般人都不相信, 世界上哪有全知全能的人呢? 不可能的。 宇宙这么大, 你怎样会完全知道呢? 一般人就不能相信了。 你必须懂得这个宇宙从哪里来的。 你搞清楚了, 你才会相信。 宇宙是从你自己的心性当中变现出来的。 你如果知道心性, 全部都知道了。 能变的知道, 所变的变有不懂的道理呢? 对佛家要求的修订。 八万四千法门, 法就是方法, 门就是门道。 门道方法, 无量无边。 唯一一件事, 统统就是修订, 不是一个方法。 威能法师开悟, 是听击开悟的。 释迦牟尼佛开悟, 是入定开悟的, 就不一样了。 每一个法门, 只要专日专精, 统统都会得顶, 统统都会开悟。 所以大乘教里面佛讲了, 如果是会, 一切法, 统统都是佛法。 佛法佳慈, 佛法佳慕, 如果不会, 佛讲这些经典, 也不是佛法。 你不会用它, 它没有办法帮助你开悟。 你会用它, 每一样都能够帮助你开悟。 所以法无量无边, 门无量无边, 啊, 五是一个, 通通能够达到, 明心见证。 真是妙绝了。 因为你疑, 疑是古, 于念法, 往生法门, 不能诚信, 就是感德胎生。 前面所说的, 不是真正的胎生, 胎生的比喻, 胎生苦。 你往生到极乐世界, 年花不开了, 它是年花化生, 年花要五百年才开, 这五百年是我们地球上的五百年。 要有这样一段时间, 一段时间, 见不到阿弥陀佛, 听不到阿弥陀佛的说法, 这就是他的苦处了, 他其他的苦没有, 以不能见佛文法为苦。 哟, 结果世界为何如此好呢? 现在我们完全明白了, 知佛的实谱莊盐头, 通通都是今现在说法, 就是教学没有终止, 教学没有终断了, 现在我们中国乱了, 要令中国恢复安定和平, 需要多久的时间呢? 我估计顶多半年, 一年中国就太平了, 就盛世了, 用什么方法呢? 教学, 日日去讲, 国家能够养二、三十个人就够了, 这些老师, 用国家电视台, 币这一条频道, 不要讲其他的, 就讲群书自要, 自要频道, 每日24小时, 无中断, 一定要落命令, 所有公务洋余都要看, 每个星期考试一次, 他就一定看了, 他要日日看, 个个都好人, 个个有智慧, 个个有爱心, 建国军民, 教学为先, 比什么都重要, 这个实验, 我们这个实验是被联合国逼的, 我们在汤池做了三年, 做成功, 成功得太快了, 令我们感到惊讶, 在汤池的居民小镇, 四万八千人, 这个小镇, 原本跟一般都是一样的, 我们去到那里, 将中国传统文化, 在那里做实验, 使用一个遞子规, 但是老师, 要将遞子规, 减应篇, 十算页倒, 就是预释到这三个根, 统统要做到, 你做不到, 你不是教人, 你教人, 你这些东西讲得不透, 必须自己亲自做到, 尝到发味, 你讲得才会有味道, 别人才欢喜听, 另外要求这些学老师, 最初有三十七位老师, 我要求他们, 四个月, 这三门的功课, 一定要落实, 要兑现, 这三个要背熟, 文字就不多, 遞子规, 只有一千零八十个字, 减应篇, 只有一千五百多字, 十算月到, 比较多一些, 我做一个字本, 六百个字, 不多了, 几天便会背熟, 背熟怎样落实, 统统要做到, 我起心动念, 言语做错, 和他们相不相应呢, 要求这个, 我给他们四个月的时间, 这些老师, 令我非常感动, 他们两个月就做到了, 问我下一步怎样走呢, 我觉得真一做到了, 下香入户表演了, 我们不是研甲, 是新教, 我做出来给你们看, 到农民家里面, 看到家里面的老人, 是我的爸爸妈妈, 我要怎样去尽考, 看到他们的子女, 是我们的兄弟姐妹, 我怎样去对待他们, 去做呀, 完全做出来呀, 小镇感动了, 这些老人家, 你们比我的儿子更孝顺, 他们的儿女看到了, 感觉对不起父母了, 我们只是做了三个星期, 然后跟大家说, 中心开课了, 希望大家一起来学, 都来了, 三个月, 小镇的风气完全转变, 令我们感到非常惊讶, 我们老祖宗的东西, 失去了将近200年, 我们的预定是, 两年到三年, 才能做出成绩来, 便知道三个月, 成绩就超脚了, 小镇的人良心发现, 不愿意去做坏事, 不愿意欺负人, 不想占人的便宜, 这种良心的发现, 真正可贵, 我跟老师说, 我们要欺负, 我们决定不能够居公, 这是我们做出来的, 不是的, 造众自得, 和菩萨保佑, 是否人能够做出来的, 你一定要知道, 当地居民如何配合, 做出一个榜样, 他便学了, 我们在那里说, 他便听了, 他便认真去做, 这是祖宗之德, 这个不是人力, 这样消息传了给我, 我就马上想到了, 如何去到联合国做报告呢? 将成绩拿出来展览, 统统都是祖宗的安排, 联合国从来都没有遇过宗教, 他们对宗教也很忌諱, 这一年, 他们要扮一个, 纪念释迦牟尼佛, 2550周年, 要扮这种活动, 头一次, 从来都没有碰的, 主题呢? 大会的主题是, 佛教徒对社会的贡献, 联合国给了一件文件, 要求邀请我, 去做主办的单位, 主办单位一共有五个, 去邀请我算是一个, 主办有权的, 主办能够讲话的, 能安排活动, 我看到这个太欢喜了, 统统都是统统, 被统统叩头了, 我们将汤匙这些成就, 完成了八个小时的报告, 三天的展览, 这个时候, 全世界一共有192个国家地区的大使代表, 听到这个深受感动, 到上到汤匙来考察, 到上来看看事实的增长, 我这种活动得了两个结论, 第一个人是教得好的, 第二个人是很容易教的, 一点也不难, 证明了人性本善, 三次经上说的, 人之初性本善, 一点也不错, 就是没有人教了, 只要有人教, 国家领导人能够带头, 半年的时间很长, 全部都回头了, 中国是礼仪之邦, 是全世界典范国, 无犯国家, 真的不难, 汤医比词说, 我是百分之百吉赞成, 我们自己学习这些东西, 学走六十三年, 愈学就愈欢喜, 愈学就愈兴奋, 欲罢不能, 真正是古人所说的一句话, 世味乃有法味浓, 世间法乐的滋味, 跟佛法不能够相比, 真正是古人所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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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est:「ция哥布置诊读花樓赫插, 家人上班了, 晚上回家, 小孩夜 acquis上麻煩, 大家开始下午后下荒和放学, 这些女儿是没有户外玉乐, 没有娱乐场所, 他们是家庭天伦之乐 在全世界已经看不到 居民都是去娱乐场所 他们这个国家是没有的 而且这个国家大多数人家是没有电视 网络、电脑都没有的 他们是买不起的 所以青少年是没有这些污染的 我们青少年这些污染很严重 他们是没有的 非常好 原始的农业 这个国家是没有化肥、没有农药 你吃的东西可以放心 就是没有污染 现在中国帮助他们 开闭、港口、机场、高速公路、铁路 现在中国帮助他们做这些工程 这些野生的科技 会带给他们一些便利 总统很聪明 应该保守的 就是要把它坚持下去 所以 不认识 我听说有人提议开赌场 总统就不答应 不批准 这些事情 会引起人的贪心 会引起人犯罪 会引起人犯罪 我们来看看 研究底下这一段文 原晓诗的意思 原晓是韩国人 唐朝时候在中国留学的 也是见到大师的学生 遇事佛志 只应养训 仰是以真正公敬心对上 要真正相信 不可比两 就是不能够比较 顾名无等 不能够跟他相等 无论 不能够跟他相等的 不能够跟他同类的 追上圣子 殊圣的智慧 如何养训 应如喜信论所还 喜信论 是彭济清居士作的 无论受经喜信论 他是乾隆时候的人 写得很好,一切境界,本来一心, 但是靠香港全体是心。 我们中国的东西在全世界确实, 没有人能够跟中国相比, 但是是靠中国, 都是讲伦理,只讲到五轮, 父子有亲,夫妇有别, 君臣有义, 长友有罪,朋友有信, 只讲到这个。佛教说到本来一心, 全体是心, 这就是整个宇宙跟我是什么关系, 这就是一体, 这就是讲绝了。 中国人只是讲到, 凡是人皆是岁外, 一切人是一家人, 就会动乱, 古德教我们, 正世的时候, 大家是一个心, 现在所谓的共识, 一个共识, 这些学派分裂, 各人有各人的门户之见, 这个问题出来了, 还不算是严重, 门户与门户之间, 互相能够包拥, 互相能够往来, 到严重的时候, 互相谓, 互相谓, 自赞伟他, 我给你好, 你不够我, 每个人都是自赞伟他, 造成派系的斗争, 到最严重的时候, 自己家里面是起哄, 内部斗争, 亦是败亡之兆, 全世界就是这样, 用什么东西来救呢? 统一, 我们在世界上这十几年来, 提倡的有效, 有效果不是没有效果, 世界宗教就是一家, 全世界我们是一家人, 我们是从宗教下手, 这是过去05年, 我记得是05年, 我跟马哈帝首相见面, 他第一个问题问我, 他说法师, 你走过这么多地方, 有不少国家领导人跟你见过面, 你看这个世界, 还会有和平吗? 这个人做了22年的首相, 世界上知名的政治家, 我问我这样的问题, 态度非常严肃, 换句话来说, 对于世界还能够和平, 信心就失去了, 这个很可怕了, 当时我跟他说, 我说不能够将四件事办好, 世界和平就出现了, 他说哪四件呢? 我说第一个, 国家跟国家, 平等对待, 和睦相似, 四个, 政党跟政党, 第三个, 族群跟族群, 第四个, 宗教跟宗教, 这四个都能够做到平等对待, 和睦相似, 天下太平了。 他听我说这些说话, 就起眉头了, 半日都说不出说话。 他们沉默了好几分钟, 最后我跟他说, 我说是懒, 非常困难, 非常棘手, 但是如果从宗教下手, 就有够了。 为什么呢? 今天这个世界, 民主占多数, 民主搞投票选出来的, 这样信仰宗教的人, 比不信宗教的人多。 换句话来说, 宗教图里面有选票的, 你拿到这个, 这些东西能够影响到政治, 影响政党, 影响族群, 他听动了, 他就满面笑容了, 我们也变成了好朋友了。 宗教一定要回归教育, 不回归教育是不行的, 不回归教育本身是有问题的, 而且非常严重的问题, 这个就是内控, 谁也不回归人, 要靠教了。 世界为什么这么好呢? 阿弥陀佛教学没有终断过, 天天教。 国家领导人, 如果在电视台上, 每日不用多了, 十分钟的说话, 交到全国的人, 谁不尊重, 谁不背负, 谁不赞叹呢? 不用多了, 每日十分钟, 下面其他老师去夹, 他只要讲十分钟, 精神讲华, 全国统一了, 暂时全世界统一了, 暂时的卫星, 这些卫星网络, 电视, 全世界都能够收睇到, 然后将这个变成风气, 大家喜欢这些节目, 这些娱乐的东西都是害人的, 这些是教人状怯的, 教人想入飞飞的, 正的东西没有了, 邪的东西有一大堆, 这些社会怎么会不乱呢? 乱的根源就是这个地方了, 我记得有一次, 中国大陆, 发起文化大革命, 台湾政府又发起了, 复兴中华文化, 搞文化复兴运动, 其实他复兴, 他没有能够做成功, 当时教育部有三个官员, 其中有一个我认识的, 在教育部里面做秘书, 好像秘书处的秘书, 另外是主长, 在方东美先生家里面, 他们去访问方老师, 那天我正在座, 借政府推动复兴, 中华文化, 这些三个官员向方老师请假, 应该如何去做法, 才能够收到效果呢? 方先生听了之后, 棉口非常严肃, 大概五六分钟, 这么久, 他才开口说话, 他说方法不是没有的, 这些官员讲是什么方法呢? 第一个, 台湾有三家电视台关闭, 第二个, 所有的无线电广播关闭, 报纸关闭, 雜誌关闭, 这三个官员讲, 老师, 这个是做不到的, 这些东西日日破坏中国传统文化, 这些东西还在, 你怎能够复兴呢? 真的, 哭哭口号, 不了了之, 这些东西, 有一个谈话后面还有的, 因为美国是世界第一强国, 他们问到, 黄马过去, 一千年亦亡国, 美国将来亡国, 第一个因素是什么呢? 老师, 一点考虑都没有, 电视, 美国将来亡国是磨在电视上, 怎样呢? 他将人全部交坏了, 非常有道理的, 人是教得好的, 人是教得坏的, 就看你怎样去教法, 你要有伦理道德因果去教, 好的, 真的, 太平盛世就出现了, 如果教他杀到淫妄, 教他清算斗争, 这个社会怎样会有安宁呢? 就看你怎样去教, 方老师的说话可惜了, 原来对现了, 但是给我们一个很大的警惕, 我们就警觉到, 这些东西是何人的? 原来接近了, 我五十多年都没有看电视, 电视, 电影, 报纸, 雜誌, 我通通都没有看, 马克迪知道了, 他问我, 你的消息从哪里来的? 我说, 同学, 他们每个星期, 给我一份报告, 这个星期, 重要的头条新闻, 什么都给我看, 一个星期一次, 我用了一个小时就看完了, 我没有手机, 没有电话, 清静啊, 心不能不清静, 清静心生智慧, 不清静心生烦恼, 烦恼不能解决问题, 所以老实说话, 我读书不多, 我知道的事情也不多, 为什么人们问我, 我的问题我都能够解答呢? 我能够帮他们解决呢? 头脑清静, 没有什么的, 其实心里有很多的事情, 我心里没有什么, 除阿弥陀佛之外, 什么都没有。 中国古人读书, 就是将清静心念出来的, 将习念, 将网上通通放下, 目的就是这个地方, 不是记得多, 听得多, 不是的, 没有关系的, 孔子说得好, 既问之何, 不足以为人师也, 你记得很多, 学得很多, 不是一个好老师, 好老师有智慧, 有德行, 能以精法与人, 这是好老师, 所以一切境界, 本来一心, 这是哲学, 的哲学, 一个态性, 经典的哲学, 来于想念, 你看, 它是没有想, 它是没有念, 念是念旧, 想是想未来, 以众生望见境界, 互心有分齐, 这个分齐就是分别, 齐等齐, 哪个阶层, 哪个阶段, 以往, 起, 想念, 不称, 发声, 就是与发声, 就是与智声, 不相应, 这个发声, 就是中国人说的本性, 本性是善的, 这个想念是不善的, 为什么呢? 本性里面没有, 本性里面有的是善, 本性有智慧, 本性有德, 本性有能, 本性有上好, 所以人只要向内求, 不要向外求, 向内求真正得到, 向外求得不到, 内求, 心是平的, 心是清静的, 是平等的, 不相应, 如佛如来, 离于见相。 他与我们做了一个榜样, 所以, 无所不片, 三真实古, 即是诸化之性。 什么都不想, 真心就现出来了, 这个就是真心, 想就是妄心。 威林达斯觉得非常好, 简单, 握耀, 我们的真心是怎样的? 本性是怎样的? 他说了二十个字, 五句了, 这句说了, 可其知性, 本字清整。 有一些的染污也没有, 现在有没有染污呢? 没有染污, 染污就是阿拉耶, 是妄心, 真心是没有染污的, 他见到真心了, 另一个是本不生灵。 现在妄心, 又生又灭, 妄心是念头, 前念灭后念就生了, 这些频率有多高呢? 就在经典上说了, 换算成现在的一秒钟, 有1600兆的频率, 就是生灭了。 所以一念, 经常讲的一念, 我们不懂。 什么叫一念呢? 一念就是1600兆里面的一念, 一秒钟是1600兆, 这么多的念头。 我们怎么会知道呢? 这件事情被现代物理学家发言了。 现在最新的仪器, 无法想象, 它能够捕捉到 一千兆分之一秒, 这里面的现象, 它能够捕捉到。 佛经被它讲得还要高, 是1600兆。 现在只能够捕捉到 一千兆, 现在只能够捕捉到一千兆了。 一千兆了, 所以我们相信, 再过二、三十年, 不断地再进步。 我们经常所说的这个肯定被他们证实 我们对大成经现在没有怀疑 凭什么呢?是真的,凭科学报告 我们如果不读这些科学报告的疑问永远是不能断 因为上不通 1,600兆分之1秒就在我们面前 从来都没有间断过我们对他毫无感觉 在年轻的时候喜欢换照相机 换16厘米的小电影 喜欢换这些东西 所以对这些有强烈的概念 电影是动画组成剧 就是环灯片 动画组成剧 拍摄的时候放映的时候频率是相当 你就能看到 一秒钟24张 可见得我们看到一个相 看到一个形象 如果是二十四分之一秒 我们就看不到 我们可以做实验 马上就知道了 二十四张的底片是一秒钟 这是从前的电影底片 我们将二十三张抹黑了 涂黑了 只留下一张 放在这个放映机里面去放 打在银幕上 你看到什么呢 二十四分之一秒 你看到什么呢 看到一度光闪了一下 就没有了 光里面有什么 看不到 这就很明显 二十四分之一秒的时候 你看不到 只知道光一闪 现时光灵也没感觉到 即是有光灵的感觉 所以我们的眼耳鼻射心靠不住 没办法了解化多的真相 真相是要禅定、要清淨心 所以佛没有用科学仪器 也不需要数学来演算 完全是靠定工 心清淨到极处 极其微小波动的现象 他都能够察觉察到 就是这个道理 最细心 要细到极点的程度 到极点的时候 这个就是佛 就是智圣、本定 卫文大师也说出来了 第二句是本不生灭 第三句是本智具足 具足什么呢? 具足无量的智慧 无量得行、无量上好 具足全宇宙 一样都无缺 第四句是智圣、本定、本无动摇 真心是不动的 妄心是动的 妄心是亚丽 最终一句是能生万法 整个月造是从哪里来的 不是大爆炸 不是上帝造的 所以你真正要 将大乘经多读一点 你就知道了 这件事 被汤恩被知读 被汤恩被早一辈的磨素知读 佛教是无神论 佛教是说自性 神是从哪里来的? 自性变的 所以神的地位跟我们是平等的 像我们中国人 我们看到外国人 我们不能不承认他是外国人 通通都是自性变的 离开自性 无一法可得 一切法从心想生 就是说我们现前的世界 世界是心想做主的 心想善 无一样是不善 心想不善 无一样是善 教育什么都重要 释迦迷离佛一生 跟我们的试验 开午之后就教学了 30岁开午 79岁过世 港经教学49年 没有做过其他的事 释迦迷离佛没有见到场 他讲经的地点在哪里? 他过游牧的生活 都是山林树下 大家协同 老师坐在当中 大家维晓一齐 好 见到场 他原直死的时候 是在树林里面 不是在房子里面 表演给我们看的 他过大自然的生活 日中一食 树下一宿 骄耀自在 全称是大学文 商随帝子 1255人 这些人没有离开 跟着老师的 老师走到哪里 跟到哪里 一直到老师过世 才离开 才分手 所以 他是个教育家 他跟随着 他跟随着教育家 是没有关系的 这个我们要搞清楚 他是教育 我们称为佛陀教育 我们称为佛陀教育 他在台北早年成立基金会 佛陀教育基金会 我在香港成立这个机构 香港佛陀教育协会 我们不是用征舍,而是用寺院丹堂, 而是用佛陀教育。 我过去台北有个图书馆, 华藏图书馆,以后有个视听设备, 华藏佛教师听图书馆, 我们里面是没有经参佛志,没有法会的, 我们每日讲经教学, 寒暑假专对学生来开办, 只有大乘佛法, 绝法性完全相应, 小乘还不相应, 小乘跟阿拉耶相应, 大乘跟法性相应, 我们起心动念, 跟法性不相应, 不能缺了, 缺是决定, 了是明了, 这是讲佛的智慧, 对于佛的智慧, 不能够确定, 不能够明了, 诸法如来, 离于见相, 是心理现象, 起心动念, 相是物质的现象, 换句话来说, 于佛如来, 发身菩萨, 他们这两样都放下了, 我们也常说, 身心世界一切放下, 就是这个意思, 放下之后, 这个心量, 无所不疲, 这个心量, 起足用了, 是智慧, 就是无所不知, 这是真实智慧, 心真实古, 要用真心来代忍, 要用真心生活, 快乐, 你会有烦恼, 用真心, 主事, 代忍, 哲物, 绝对不会墮沙漠道, 沙漠道是妄念成智的, 我们用真心, 不怕吃亏, 不怕想当, 别人用妄心对我, 我用真心对他, 这个就是, 我们学佛真正得到受用了, 如果跟一般人一样, 那你就不要学了, 一般人生活在, 梦幻之中, 这个世界是怎样呢? 梦幻泡影, 一切有为法, 如梦幻泡影, 一切人活在这里面, 他在发梦, 他颠倒, 他对我发脾气, 他要伤害我, 这是自然的现长, 不足以为怪, 不怪他, 他没有醒过来, 他像我那样醒过来, 就不会了, 知道如何呢? 知道他跟我是一体, 牙齿和翅头是一体, 牙齿把翅头咬破了, 翅头能够报仇的, 哪有这些道理? 他不会报仇的, 为什么是一体? 要明白, 一切众生, 跟我是一体, 一切诸佛, 跟我是一体, 诸佛是觉悟的, 众生是迷惑的, 统统是一体, 我们才能够将这个佛法, 佛法和我, 是讲理讲事的, 各样都讲清楚, 各样都搞明白, 令我们做个明白的人, 叫做学佛, 佛是个明白人, 阿罗赫是个明白人, 菩萨是个明白人, 菩萨是个明白人, 我们要跟这些人看齐, 所以要用真心对人, 决定是有好处, 决定不会吃亏, 好处在哪里呢? 超越了六道轮会, 六道轮会是妄心变的, 我们是不服了, 别人欺负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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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服了, 不服就继续搞六道, 继续搞轮会, 错了, 无论是顺景, 热景都不要放在心上, 若无其事, 而且对这些人, 特别是对伤害我的人, 要感恩, 为何要感恩呢? 由于他们的言语动作, 是来考验我的, 看看我生不生起陈慧, 起不起烦恼, 我不生陈慧, 我不生烦恼, 我考验合格了, 这是他帮我提升的, 这是真的, 不是假的, 你看, 因与愿, 就是一念之间, 你一念反过来, 我爱我的人, 就是我恩人, 我要感恩他, 我通过了, 我没有怨恨, 没有将他放在心上, 菩萨陆波罗蜜, 忍辱波罗蜜, 就是这样收的, 他们帮助你收忍辱的老师, 信景, 没有贪恋, 知道是假的, 不是真的, 所有的明文未养都不是真的, 逆景也不是真的, 逆景, 不生怨恨, 信景, 不生贪恋, 在信逆景里面, 将贪嗓之门磨光, 那就对了, 信景也不是好事, 令你生起贪爱, 这是麻烦的字, 通通要放下, 一切放下就对了, 要用真心, 千万不要用妄心, 代人接物, 要用真诚, 要用厚度, 要用爱心, 自体显照一切妄法, 有大智勇, 无量方便, 随诸终生, 所应得解, 皆能开示, 种种法矣, 自顾得明, 一切种子, 一切种子, 明心见性的人都有, 没有明心见性, 没有这些智慧, 这些智慧在大习, 原教初至以上, 别教初至以上, 他们正得的, 在极其恶劣的逆境内, 端练过的, 正正不起心动念, 但曾经常说, 无生法忍, 继合这些境界, 这个地位高了, 无生法忍, 七地菩萨才正得, 七地下品, 八地是中品, 九地是上品, 真正高位的菩萨, 要知道, 提升自己的境界, 千万不要, 跟一般人的知见, 一般起心动念, 还是作恶的, 这都是迷惑, 他们的果报就不好了, 如果是体见, 会生怜悯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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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样能忍心去责备它呢? 怎样可能还有怨恨心来对待呢? 不可以的, 所以能忍, 忍人知不能忍, 便有大智慧, 便有方便, 便能够观机, 重新需要些什么呢? 用些什么方法教它, 重新跟识无量无边, 教学的方法无量无边, 一切总志, 就是一般宗教说的, 全智全冷, 赞叹上帝的说话, 用在智慧上是真实的, 一切都无价, 所以这就是, 无等, 无论, 最常, 圣志, 无所见故, 无所不见, 这句话很有味道, 有所见故, 有所见故, 便有所不见, 无所见处, 便无所不见, 无所见故, 是清静平等, 真心, 真心起作用, 无所不见, 妄心起作用, 是有很多见不见的, 见到也不是真的, 于是, 对字第四, 以也, 将四种以, 到这里我们都学过了, 再看看尾后这一段, 袁晓诗, 终耀, 復养, 终耀是著作, 就是《无量寿经终耀》这部书, 袁晓诗的著作, 他说了, 若人不缺, 于是四以, 虽生彼国, 而在边地, 这个缺就是决定, 对于这四种, 而决定, 决定, 明了, 他往生极乐世界, 便入品了, 如果不明了, 不能决定, 还带着有疑情, 生到极乐世界, 就是生在边地, 边地不是真正的边地, 实在就是, 莲花化身, 化不开了, 往生到极乐世界, 阿弥陀佛是用莲花, 接引你往生的, 你接引你的时候, 化开了, 你进去, 进去之后, 花就合起来了, 佛带着莲花到极乐世界, 放在七宝池中, 放在七宝池中, 有人化又开了, 马上见佛, 有人隔了三四日, 有人五六日, 有人十几日, 不一定, 边地叫什么呢? 他是最长的, 他要五百年, 才能够, 化开见佛, 但是, 他在那里并不是受罪, 在那里享受的快乐, 给都里天众殊胜, 就是不能够听经文法, 以此为苦, 我记得, 今现在说法, 是多么重要, 极乐世界, 所以成为极乐, 就是佛天天在那里教学, 没有不教学的, 教学为先, 这句话非常重要, 自家也是这样的, 家里比日日教儿女, 儿女就教好了, 几日不教, 他就学坏了, 老师教学生也是这样的, 官员教他所统治的人民也是这样的, 要教的, 教是最好的方法, 十方的世界, 全是教学, 我们已经看见了, 沃然大悟, 肯定了教学的重要性, 教学的功德不可思议, 他一定不能够怀疑, 有一种人, 虽未明解, 没有明白了, 没有了解了, 如前所说的四智之极, 但是他很欠序, 他能自欠, 心眼未开, 仰推如来, 对如来尊敬, 就是对老师尊敬, 虽然没有搞清楚, 他劲, 攻击, 认真学习, 一向服训, 如是等人, 随其行品, 往生彼国, 不及边地。 换句话来说, 有怀疑, 先是生边地, 没有怀疑, 便不生边地, 不生边地, 到极乐世界, 花开见佛, 所以, 决定不能够怀疑, 但是这句话, 说起来就容易, 做起来就真的难, 这个法文叫做难信之法, 我自己深深地体会, 为何呢? 我何佛63年, 相信这个花了三十多年, 早年, 我初接触佛教, 参云法师劝我, 我不相信, 但我又不反对, 我不会委托他, 我不学这个法门, 你老师劝我, 勸我很多次了, 我也是阳奉阴违, 为何呢? 有疑, 就是, 对这个字的, 总觉得是不以为言, 这种人, 对整个宇宙, 彻底通达明了, 这个神话, 是不可能的事, 幸好, 我每天讲经, 那时候, 我讲灵焰, 灵焰讲了七篇, 讲法花, 讲原角, 口花盐, 也是从法花, 花盐, 灵焰里面, 明了剧, 代表我们对菩萨, 知识分子, 对于闻殊的智慧, 普然的德行, 仰慕。 突然有一天, 上升起来, 这两位菩萨, 他们修是什么法门成就的呢? 大臣经上去找, 最后找到了, 是念佛, 往生极乐世界成就的, 大吃一惊, 这个信心生起来了, 这样的菩萨, 都往生到极乐世界成就, 何况其他呢? 非常认真, 重新再去研究花盐, 你搞清楚, 搞明白, 知, 就相信了, 就不会怀疑了, 你真是难搞明白的, 我学佛63年, 没有一天不读经的, 我读经并没有中断的, 出家那一天就开始讲经了, 教佛学院了, 我学佛七年, 出家的, 港经教学到今天, 今年, 五十六年了, 学佛63年, 港经教学65年, 一年了, 搞清楚, 搞明白了, 不再怀疑了, 死心踏地, 一门深入, 我帮助, 芝兰卡, 建两间学校, 我什么名分都不要, 我说顶多, 我是你们学校一名的教授, 我专教无量寿经, 其他我都不够了, 这个科程, 第一片需要一千两百个小时, 就是一日四个小时, 港满了三百日, 学我的科程, 一年了, 我讲学校建好之后, 我会到你的学校里面来讲一年, 校一年培养的学生, 他们就会继续下去了, 一代一代传下去, 不需要我再教了, 西家汉学院也是这样, 我请总统担任校长, 也很高兴, 今天时间到了, 我们就学习到这个地方了,